虽然未来几天全台各地 依旧维持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 不过时序逐渐要进入冬季 北方的冷空气已经开始酝酿南下了 中央气象局周五 针对今年冬季天气展望做出预报 由于今年是盛阴发展年 预估冬季台湾地区 气温已正常到偏暖几率较高 最快下周五起 入冬后首波冷气团就可能报到 就目前短期的天气预报来看的话 未来一个礼拜还是并没有 比较明显的冷气团到达台湾地区 那以素质模式未来两周的情况来看 大概在12月 接近周星左右还是有冷空气团 会到达台湾的这个机会 气象局提醒 虽然今年冬季整体环境偏暖 不过还是有可能有数波寒流影响 那即使在暖冬的情况之下 还是可能会有一些极端的温度会产生 以尺度来看的话 我们台湾地区在冬天 还是多多少会受到 北方冬季团的影响 存在会有寒流发生的机会 所以在温度的变化上 在冬天 民众还是要继续帮忙 根据气象局统计 以气候平均值来说 首波寒流影响台湾时间 大约落在12月10日 至隔年1月21日之间 至于冬季降雨预估方面 气象局预测今年冬季已正常几率最高 不过每年冬季都是一年中雨水最少的一个季节 尤其中南部地区即将进入枯水季 提醒民众要节约用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